这是一架战斗机起飞时的画面 与普通滑行起飞不同 该战斗机无需跑道加持 直接在原地就能起飞降落 它的原理是什么 具体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这种飞机又叫垂直起降飞机 人们了解比较多的英国的AV-8A钥匙 苏联的雅克141 以及美国的F-35B等战机 但其实早在二战后期 德国就已经率先研制出了 第一架所谓的垂直起降飞机 BA-349 与后面的飞机空气利用不同 BA-349的垂直起降原理 十分简单甚至是粗暴 它利用垂直发射的方式 将战机竖直固定在发射架上 由助推火箭提供升力 将飞机推至空中 然后火箭分离 飞行员接管飞机控制飞行 当它完成任务时 则是使用爆炸螺栓 将飞机从指定位置炸断 然后飞行员带着 有发动机的后半段机身 通过降落伞降落至地面 完成整个起降过程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BA-349确实也算垂直起降飞机 但它做到了垂直起飞 却没解决垂直降落的难题 所以并没有研制成功 之后在英国、苏联、美国的持续研究中 真正意义上的垂直起降飞机才算出现 它们的起降原理主要与气流有关 以F-35B为例 与常规客机的发动机位置不同 F-35B的发动机成竖状 被安装在驾驶室后面 为飞机前半部分提供升力 然后弯曲向下的尾喷管 将燃气加速从喷口向下喷出 给飞机后半部分提供了升力 加上两侧机翼处的小喷口 飞机这才实现了垂直起降 简单来说 它就是把气流向下吹 用给地面的推力来抵抗重力 当升力大于重力时 飞机就能飞起来了 之后再通过对输出气流角度的控制 来实现平飞 如今虽然我国还没有垂直起降飞机 但在2022年7月22日 由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发的垂直起降喷气动力飞行器 已在天津试飞成功 这款飞行器载重量可达100公斤 利用4-8个小型涡旋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 具有动力强速度快可垂直起降等优势 填补了我国在垂直起降等技术方面的空白 在这样的基础上 相信我国的垂直起降飞机 也能很快就被研制出来 有的只是时间问题